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小安美食馆 今天给大家分享减脂减肥糙米生姜茶 糙米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物质 能够很好的排毒养颜,促进血清代谢 糙米里的各种维生素可以使皮肤变得更光滑,更细腻,更好看 其实做法特别的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的食材是糙米 糙米不需要太多,500克就可以了 准备好了,糙米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搓捏搓捏,淘洗淘洗,把糙米洗干净 糙米可以多洗几遍,这样更加的干净 很多朋友们都不喜欢吃糙米,感觉糙米的口感不是很好 其实糙米的口感特别的好,而且作用很多哦 经常吃这些糙米对身体非常的不错 洗好的糙米放入漏勺中,控干水分备用 再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加入清水,把生姜打湿 用手搓一搓,洗一洗,把生姜表皮的泥土全部洗干净 生姜我们是不需要去掉外皮的,所以把外皮清洗干净,这样吃得更放心 有很多朋友们会问,为什么吃生姜会要吃生姜皮呢? 因为生姜的果肉是凉性的,而果皮是温性的,所以生姜皮和果肉要一起食用 用手搓一搓,洗干净就可以了 生姜不需要太多,一小块就可以了,大约30克左右 生姜改刀,先切成本片 再改刀,切成生姜丝 生姜丝切好以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红枣 红枣补气补血,美容养颜 多吃一些红枣对身体也不错 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每天吃上几颗红枣 皮肤白,营养又健康,特别的滋润 加入一点面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搓捏搓捏,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有很多的沟壑,清洗的时候不是很好清洗 沟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将红枣里面沟壑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清淡的红枣特别的干净,我们吃也比较放心 我们看似红枣很干净,看不到灰尘 其实沟壑里面藏了很多的灰尘 再次的加入清水 再用手搓一搓,洗一洗,把面粉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以后,空水捞出来 洗干净的红枣切成小瓣 再把枣盒去除 铜枣小瓣切好以后,也放入小碗中备用 锅里面无水无油 倒入我们晾好的苍米 开大火翻炒一会儿 把苍米里面的水分全部炒干 三分钟过去了,水分已经炒得差不多干了 倒入红枣碎,姜生姜丝 接下来转小火慢慢的翻炒 一定要不停的翻炒,开小火哦 这样不会糊,而且炒出来的味道特别的香醇 很好吃 炒了七八分钟左右 苍米有很多的已经炸口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的苍米很香 一股浓浓的苍米香味 关火就可以了 炒入盘中,晾制微凉 盖好盖子,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放到冰箱保存好几个月都不会坏 我们喝的时候随喝随取,很方便 喝的时候直接挖出来一勺就可以 再来一点红枣碎 加入滚开的热水 泡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糙米生姜茶水就泡好了 经常喝一喝糙米生姜茶水特别的好 糙米中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一些维生素 经常吃,经常喝一喝 对身体特别的好 这种茶水用料简单 做法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确实很实用哦 入秋以后天气慢慢的冷了 我们可以多喝一些糙米生姜茶水 特别的舒服 暖心暖胃又暖身 生姜有去寒又去暖的功效 红枣补血又补血 而糙米呢,富含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经常喝一喝真的是超级的不错 妈妈妈 妈妈 妈妈就是我觉得 妈妈妈 你不在我身边,你去哪里啊 妈妈妈妈就老了 你怎么说那么远呢,我还没老呢 我不希望你们长那么快 长那么快我们就老了 我希望你们长得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我和爸爸陪在你们身边 你长得快多好呀 长得快 长得快也 长得快也能看见你的年轻 长得也能看见你的年轻 嗯,行 我再吃就省胖子了 不能再吃了 那你减肥几点 然后然后继续接着吃 再减肥几点 这样天天练不行吗 嗯,那我试试吧 你想想长大吗 嗯,但是我不想 爸爸 为什么 我不想离开妈妈身边 妈妈要是吃 天气也好吃吗 嗯 妈妈做的是最好吃的 嗯,是的宝宝 什么做的都好吃 嗯,是的,是的 刚才那个 鸭脖都 不是,鸭脚都好吃 猪脚 嗯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做的最好吃了 嗯,是的宝宝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 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